28页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也许有一些 就是云端的服务 可能要请大家注册账号 那如果你觉得啦 我不想要老是用自己的那个信箱 那么你可以考虑用这两个 就是抛弃式信箱 我上面已经说明了 信箱皆可抛 那我是蛮鼓励 你可以用上面这个 它有英文的界面 有简体的界面 没有繁体的中文 可是它的好处是 目前来讲它的收发速度比较快 就跟你一般的信箱一样 还送出去的几乎是马上就会收到回复 那第二个是它比较不会被挡掉 目前它被挡掉的机会比较少 那如果你觉得看英文不太习惯 或看简体不太习惯 你也可以用下面的十分钟 这个我也用蛮多的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收发速度稍微慢一点 可能你要等个两分钟啦 五分钟左右 你才会看到信箱 那么原则上它们都是一样的概念 都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随时产生 就是临时性的信箱来使用 不需要的时候网页关掉就没有了 就sayonara 这样了解 那收发信件就直接在你进入的那个页面就可以用了 这个补充一下 如果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有需要注册的服务啦 那你就可以用看看好吧